这节课咱们来一起讨论一下 在机器学习当中 另一个非常经典的算法 叫做贝叶斯算法 那这个贝叶斯算法 其实是源于贝叶斯这个人 也就是说 有一个英国的数学家 叫做贝叶斯 然后他为了解决一个 叫做逆概的问题 就是一个逆向概率的问题 一会儿咱们再来说 这个逆向概率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他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写了一篇文章 但是就是说 在他生前的时候 已经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并且是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但是在那个年代 你即便能是发明出来一种 非常牛逼的东西 但是不见得这个东西 就能够被大家认可 这个就是跟我们之前 上高中的时候 经常写的一个作文 我在写作文的时候 总愿意引用格外尼 这个科学家 格外尼是不是 他也是发明了日新书 然后说了一下 在宇宙当中 太阳才是中心 地球不是中心 当时是不是不为大家看好 这个东西也没流行起来 直到他死后 大概个六十多年之后 大家才知道 这个日新书 确实是一个正确的 格外尼这个科学家 确实提出来一种 非常好的东西 但是在当时 可能就不被大家所认可 Bs这个算法 其实也是一样的 他也是生前 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在他生 就是在他生命 有限时间之内 这个东西一直 没被大家看好 直到他死后了很长时间 他的一个朋友 把他这篇文章 拿出来之后 大家才觉得 Bs这个算法 确实能够帮我们 解决实际当中 很多的问题 然后关于这个Bs 咱们就先说到这里 这个Bs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咱们来主要说一下 Bs它发明的这个算法 首先咱们就要回归到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Bs算法 它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在这里 先给大家说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正向概率 一个叫做逆向概率 这个正向概率 它比较好理解 就是说 假如说 现在我有个Bs 然后这个Bs里面 有两种球 一种是白球 一种是黑球 然后球的数量 你也是知道的 就是说咱们现在有 N个白球 M个黑球 然后你拿手 进去摸一把 那我问你 你摸出来一个球 它是黑球的概率 有多大呢 这个问题 特别特别简单吧 就是用黑球的数量 除以总共的数量 不就可以了吗 这样我就得出来了 咱们手进去抓一下 得出来一个黑球的概率 是多大的 那现在 咱们要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不是一个正向概率了 因为正向概率 就是你按照一种正常思路 也能求解出来 但是呢 假如说 现在我把问题 进行一个转换 假如说 咱们现在事先 是并不知道 我们袋子里 白球和黑球的一个比例的 而是我们现在闭着眼睛 去摸出一个 或者说摸出来几个球 然后呢 我观察出来一下 观察出来一批 我摸出来球的一个颜色之后 现在我却想知道一下 袋子里边 黑白球的一个比例 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 一个问题变了一下 原来咱们是知道 袋子当中 所有球的一个分布 那现在球的一个比例 我不知道了 而是要通过 我的一个观测数据 去求一下 咱们这个袋子当中 球的一个观测的一个比例 是什么样的 那大家现在就可以想一想 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我们有些地方 需要用到这个正向概率 有些地方 也需要用到这个逆向概率吧 比如说 在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是不知道 事先这个问题的一个分布吧 而是通过观测 观察一下这个问题 它的一些实际的事件 然后来想一想 哎呀 这个问题里边的分布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个也就是说 为什么咱们要使用这个贝耶斯 为什么使用这个贝耶斯呢 咱们在现实世界当中 有很多个问题 都是本身是不具备确定性的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人类的观察能力 是有限的 比如说这个MN和M 它都是一个无穷大 都是一个无穷大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 在自然界当中 会有多少个白球 有多少个黑球 假说咱们现在 不放在袋子里了 就是说自然界当中 一共有多少个白球 一共有多少个黑球 这两个值 你是没办法去估算出来的 但是你可以看什么 你可以到自然界当中 你去随便 比如说咱们就去找龙珠 咱们去找龙珠 然后看一下 自然界当中有很多个龙珠 然后我去找 第一个龙珠 看一下它是白的 第二个龙珠 看又是白的 第三个是黑的 那我现在就可以通过 我的一个观察来去看一下 咱们自然界当中 这个球 它的一个分布的比例 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日常所观察的 只是事物表面的结果 所以说呢 我们要根据这样的结果 提供好这样的一个猜测 这也就是啊 我的贝耶斯算法 它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以及呢 为什么可以用 咱们的贝耶斯算法 那这里啊 先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吧 因为这个贝耶斯啊 它的一个公式 是比较简单的 咱们用这样一个例子啊 来给大家形象的说一下 怎么样用这个贝耶斯算法 来解决我们的一个 实际的问题 相当于啊 是我们公式的一个推道了 假设说啊 现在有一个学校 然后呢 这个学校当中啊 有两类人啊 也只能有两类人 一类是男生 一类是女生 然后呢 我们的一个男生的比例啊 是占到了60% 女生呢 是占到了40% 那现在啊 关于男生和女生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我们还有一个字啊 就是说 男生和女生都要穿裤子吧 咱们男生啊 就是总是穿这样一个长裤 但是女生啊 不其他一样 女生呢 就是其中啊 比如说有100个女生 那么其中50个 可能是穿长裤的 50个可能穿裙子 也就是说 穿长裤啊 和穿裙子的比例 是一半一半的啊 在这个女生当中 那现在啊 就是有这样一个事啊 有这样一个事之后呢 咱们来说一下 这个逆向啊 这正向概率 还有逆向概率啊 分别表达一个什么事 这个正向概率啊 就是说 现在啊 当我随机的选择了一个学生之后啊 我要看一下 他穿长裤的概率 和穿裙子的概率啊 分别是多大 这个事呢 就是我的一个正向概率的一个事 那逆向概率有什么意思啊 逆向概率就是说 嗯 现在啊 好比说是迎面走来了一个穿长裤的学生 注意说 找着了一个人 就是观测到了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啊 是一个穿长裤的 但是呢 我只能够看见啊 他是否是穿长裤 并不知道啊 他的一个性别 那现在我就要让你推断出来 他是女生的一个概率是多大 咱们现在要解决的啊 就是这样一个逆向概率的问题 比如说这样一个例子当中 来了啊 一个穿长裤的学生 但是呢 我不知道他的性别啊 怎么办呢 我们拿这个贝斯算法 来进行一个推导 看一下 这个逆向概率啊 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的 好 谢谢观看